这一晚上相互感到相互 你们这个 你和这个情人之道感情 你觉得哪个重要 千重要 千重要 对 我现在有这个千 六旬老太离奇死 在小树林中 特地为情人会面而换上情趣内衣 没想到竟被情人残忍杀害 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天 老张从牢教所路过 刚走到旁边的小树林时 发现树林里好像有个躺着的人影 他好奇地上前一看 发现是个老太太 这一看可不得了 这老太太身下是一滩新鲜的血泊 脸还被砸得变形 几乎要认不出她的面容来 警方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 经过勘察 可以肯定 老太太是死于失血性休克 她手腕上被割开一个极深的口子 手掌几乎要和手臂断开 紧连着一层薄薄的皮肤 死亡时间在12个小时之前 尸体不远处有一把红色的铅笔刀 上面沾着血迹 看起来是行凶的工具 除此之外 现场还有一块带血的砖头 应该是嫌疑人先用砖头将死者击倒 之后用小刀将其动脉割开 致使死者出现大出血 让民警们十分好奇的一点是 这个位置被靠十字路口 面朝牢教所 经常有人从旁边的小路通行 凶手若是一开始就对老太有所图谋 为何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就在这时 民警们又注意到了 老太身上还有一个反常的地方 死者看起来已经有五六十岁 但他朴素的衣服底下 贴身穿着的内衣却十分艳丽 不像是这个年龄的人 日常会穿着的样式 这让民警们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死者和嫌疑人会不会在这发生过性关系 经检测 死者体内确实有金斑 也就是说老太是自愿前来这里 和一个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后 被男子所杀害 那么男子必然是老太的熟人了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民警在周围的城镇进行排查 很快知晓了被害人的身份 老太名叫王林 今年六十一岁 十几年前 王林的丈夫去世 他便带着几个孩子来到这里生活 据周边的邻居所说 王林平日里很少出院门 几乎就在周边小范围活动 为人和善 和亲戚朋友关系都不错 但没有听说过他和异性来往 说到异性 王林的女儿却很快想起了一个男子 据他提供的消息 王林曾经与当地个名叫张庆的男子在一起 张庆今年四十岁 是一个养殖厂老板 家底十分厚实 人就住在王林家对面 但两个社会地位如此不匹配的人 怎么会走到一起呢 随着警方的调查 他们发现 张庆在王林被杀害那天 自称自己去朋友家里聊 但他的朋友否认了这个说法 张庆撒了谎 民警又对张庆的车进行搜查 果然在这内发现了灵性血迹 经过比对 正是死者王林留下的 民警很快将张庆抓捕归案 在审讯之中 张庆一五一时地吐露了他和王林的过往 原来 王林和张庆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 王林几十年都没有见过让他动心的男人 于是对着张庆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闷过多久 两人便走到了一起 介于张庆的身体不好 养殖厂全靠前妻维护 张庆不想少了前妻这个免费劳动力 便与王林私下里发展 这一谈就是一年多 几个月前 张庆给了王林一万二的零花钱 王林十分开心 想也没想就收下了 正处于热恋气的张庆出手十分大方 可两人在后半年矛盾不断 主要是因为王林的子女发现他们的恋情 并极力反对两人在一起 两边都有了阻碍 张庆自然而然地蒙发了要分手的想法 他问王林要回自己的一万两千元 可王林哪能同意 认为张庆一个大老板 不至于为了这点钱而闹腾自己吧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段时间张庆的前妻发现了二人的关系 十分不给面子地带走了张庆的大半产业 这下张庆没办法兼营养殖厂了 身上的病还需要大价钱治疗 他自然是要斤斤计较一番 这天王林收到张庆的电话 两人再次来到了经常碰面的小树林 和往常一样在夜色的掩盖下 两人度过了片刻的欢愉 这时张庆再次提到了给王林的钱 王林听到这个十分生气 他本来是想一心一意跟着张庆过的 可没想到张庆一没钱就翻脸不认人了 还想用这一万多块钱留住张庆 所以才一直拖着不给 就在王林心里纠结之时 张庆已经满心愤怒 他已经拿过板砖 给了王林一下子 然后又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割开王林的手腕 然后拍拍屁股逃走了 落网之时 张庆仍然惦记着自己的一万两千块钱 只能说王林看错了人 对起 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